1600年,封城秀吉兵士后,德川家康趁时而起 封城家臣十天三重以讨逆为名,随即起兵中发 两军在美农的官员相遇,不出三日,大战必会爆发 美座的公本村村民武藏想参军,正是成为武士的唯一办法 统村的幼爸也想去,但他有老母亲要照顾,马上还要和阿通结婚 既然如此,武藏决定自己一个人去 武藏什么都不怕,就怕这辈子没作为 幼爸听人说,只要参军就能成为武士 如果只去一年的话,应该耽误不了什么事 可是,阿通不同意,战争可不是闹着玩 幼爸答应阿通,绝对不去 但转眼之间就偷偷打包行李溜走 三天后,大雨,两军正式开战 武藏和幼爸帮十田三重挖战号 辛辛苦苦挖了三天,没料到十田三重打败 已经被德川家康斩首 武藏不甘心 大丈夫上战场岂能逃跑 说着,武藏紧握五十刀冲入敌阵 也不知砍了多久,雨停了,到处血腥味 武藏筋疲力尽,右巴还受了伤 小心翼夺过敌军,两人冲着离开了战场 天快黑时,武藏找到一床草屋 远远看去,里面亮着灯 草屋里住着一对母女,并无任何男人 武藏喉咙冒火,眼前都是惊心 刚冲进屋就晕了过去 不知不觉在草屋住了两个月了 母女二人对武藏和右巴甚是照顾 右巴的伤势一天天好起来 可走路还是很困难 右巴想回家,想见阿通 这么想着,右巴协议上头 一把将阿珠按倒 幸好武藏骑马回来 阿珠才慌慌张张跑出门 阿珠总是听右巴念叨阿通阿通的 听武藏说了才知道 阿通是右巴的未婚妻 阿珠心里觉得恶心,这个禽兽 阿珠喜欢武藏 武藏强壮有力,是个勇猛的男人 但当阿珠准备扑倒武藏时 武藏猛地推开说 女人是麻烦 正聊着男女情爱呢 一伙土匪圆圆喊道 女孩,让你妈准备好东西 否则杀光你们 原来,土匪说的东西 是阿珠和妈妈阿甲捡来的盔甲武器 在这个战争年月 为了活命,一切都身不由己 贵重的小东西让阿珠带出去 家里留的大件都是不值钱货 实际上,阿甲的丈夫也是土匪 就死于这帮人之手 阿甲从来不信丈夫被杀 在阿甲心里 丈夫永远是最强壮的男人 作为土匪之妻 阿甲从来不惧怕什么 但是,不怕归不怕 还手之力是没有的 武藏哪里见得到这个 冲上去就是一段坎 土匪仗着人多 完全没把武藏当回事 短短时间 土匪就被武藏杀掉大半 剩下的几个人夺闷而逃 胆都要吓破 如此强壮勇猛的男人 不可多得啊 阿甲扑进武藏怀里 喘着粗气 武藏被吓到了 起身便走 女人是麻烦的 不能招惹 武藏是个孤儿 自小无亲无故 他害怕感情 感情这东西最不牢固 被武藏拒绝后 阿甲颜面近视 决定连夜离开 阿甲告诉阿猪 武藏要轻薄我 被我拒绝了 他是个禽兽 阿猪难以相信 毕竟 武藏甚至拒绝了自己 武藏在野外待了一夜 第二天回去时 草屋以空空如眼 武藏并不管阿甲母女什么 他只恨幼巴 老母亲不管了吗 未婚妻不管了吗 武藏思来想去 决定回村一趟 起码帮幼巴报个平安 与此同时 幼巴和阿甲母女遭遇土匪 情况一度非常紧急 幼巴被逼急了 抽刀便砍 连人都不看 相义土匪四散逃算 毕竟没有一个人有武器 武藏一心想回去报平安 不想竟被关口拦住 武藏哪里管这个 像一阵急风一样沉入人群 武藏是个孤儿 自小被村民孤立 要说村里还有能相信的人 就只有庙里的泽安和尚 和善良的阿通了 一个下午 村民被闹哄哄赶到寺庙 每当午时开口 村民们就告了武藏 恩条状 说武藏是恶魔 阿通担心幼巴 正不知怎么办呢 武藏突然出现 追杀的士兵应声而倒 死相凄惨 简直是胆大包天 官兵们拉网进山 一寸一寸的找 从白天找到天黑 一无所获 幼巴大概是死了 幼巴母亲劝阿通 没事 我还拿你当儿媳妇 以后跟我一块过吧 阿通别过脸去 眼里酥酥溜下 突然间 武藏从草里钻出来 告诉幼巴母亲说 她还活着 但走散了 很抱歉 幼巴母亲马上露出笑来 吩咐阿通准备饭菜 幼巴为什么不回来呢 武藏没法开口 这太难一起吃了 吃了顿饭 洗了个澡 武藏身心收敞 到底还是故乡好啊 这么想着 一群官兵冲了进来 武藏呵斥道 我冒着危险来报平安 你们却出卖我 幼巴是懦夫 是胆小鬼 为了抓住危险分子武藏 附近的关口也调了人来 每天一遍遍搜山 领途的武士累坏了 找了两天干脆放手 自己一个人在庙里懂消息 而此时 阿通日期盼的人来信了 阿加已经和幼巴结婚 阿加劝儿童 放手吧 幼巴很幸福 为了找一个人 全村人跟着受累 泽安看不过去 决定亲自将武藏带回来 阿加擦干眼泪 也要跟着一起 抓武藏倒是其次 他想知道 共多幼巴的信息 泽安无意看到 阿加的信 劝儿童 那种男人不值得 忘了吧 半夜三宫 荒郊野外 种座山 只有一处柴火光 泽安闭着眼坐了一会儿 慢悠悠冲对面的野草丛说 不拢吗 不饿吗 出来吧 武藏饿坏了 慢慢接近 慢慢接近 终于吃上了热饭 村民都说武藏是恶魔 只有泽安心里清楚 武藏这个野孩子太可怜 他就像一棵树 没有父母浇水 一直是自己乱长 这不是这棵树的错 回到村里后 村民们恶语相向 纷纷要把武藏处死 泽安将武藏吊起来 他要好好重罚这头 布置天高地厚的野兽 领头的武士本来很不爽 但当听说泽安和领主的关系后 马上软了下去 要杀要寡随便 这么吊着才羞耻 武藏淡求一死 像真正的武士那样死去 泽安也不大话 笑嘻嘻地说 还很精神吗 那就多吊几天 一天一夜过去 武藏一动不动 看着像死掉一样 白天还好好的 夜里几风骤雨 温度也降了许多 阿童想泽安求情 他觉得惩罚已经足够了 下半夜 鲍雨洗过了天 像纯净的孩子的脸 泽安告诉武藏 力量再大 也只是树的从面 人失去本心 和畜生有什么分别 看看月亮吧孩子 今晚的月色不美吗 武藏不再骂骂咧咧 低下头去 而就在此时 绳子动了 阿童拼尽全力 一寸一寸往下放 就这样 两人趁着月色离开了村子 阿童的双手被麻绳勒伤 布满了血痕 武藏心里无比内疚 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给阿童带来的伤害 阿童也是孤儿 自小在寺庙长大 如今又把抛弃了自己 村里也没有容身之地 只能跟着武藏一起离开了 这样说着 一阵狂乱的马蹄声传来 纵使武藏身手再好 也无法战斗的同时保护阿童 武藏万分胶着 只能眼看着阿童被逻走 听闻此事 又把母亲握紧小太刀 为了家里祖宗的面子 他要杀掉阿童和武藏 否则以后 还怎么有脸活 好容易逃脱的武藏同样交集 为了救阿童 不惜徒手爬上虫墙 子安告诉武藏 阿童很安全 他是要见你一面的 武藏跟着子安走进房间 刚上二楼 门就被封死 子安说 在这里好好住些日子 好好找你的本心 不管三个月还是三年 阿童都愿意等 阿童在花田桥边找了份活干 他现在生活最大的期盼 就是武藏 幼八跟着阿贾母女 去了京都后 凭借爹地的珠宝财产 很快安了家 阿贾是个厉害的女人 通过从从关系 跟吉刚道馆的大少爷 攀上了关系 如果阿猪能嫁给吉刚少爷 以后的生活就再也不用担心 阿贾我行我素 幼八在家里就是个空气 为什么当时不回家呢 阿童肯定还在等我爸 幼八望着河水 心里一阵一阵酸楚 三年后 武藏焕然一新 被子安推荐给了领主 并公民 公本武藏 但了解的越多 就越觉得自己无知 武藏不敢接受 他还需要更多修炼 武藏决定外出修行 一定要成为真正的武士 离开之前 武藏左思右想 不知道如何跟阿通开口 但不见面不行 阿通毕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修行什么的 阿通不在乎 去哪里 阿通也不在乎 阿通要跟着武藏 天涯海角都行 武藏点头 但眉头紧锁着 阿通笑开了 忙跑回去收拾行李 谁知道 留给阿通的 只是一句道歉 我会回来的 懂着我 武藏留下这行字 消失在夕阳的暮色中 不值得过 别忘了 我还会回来的 我能不能看还有 老师 三楼 走痕 我要 走吧 至少 走痕 现在 看你 从小时